南韓國會星期五投票贊成對迫近衛總統進行彈劾 然後彈劾動議交給南韓協法庭討論 法庭有180日時間決定 在聊天期間,南韓總理黃教安將會擔任代總統 根據南韓憲法,彈劾要求國會三分之二的議員贊成 憲法法庭的九名法官當中也需要三分之二多數才能夠進行彈劾 南韓總統鵬緊衛最近陷入他的物有吹信實干預政治草物 在國會投票時,有大批民眾聚集在國會外要求彈劾鵬緊衛